好,那么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用户中心呢,已经呢,可以显示出用户的全部订单,当用户呢,一点击这里面去付款的时候,哎,是不是要他去付款了,对吧,他去付款,点击去付款,他应该访问我们的网站,所以呢,在这边啊,注意啊,用户呢,一点击去付款的时候,这边呢,他就会去访问我们的这个网站啊,哎,你注意啊, 那么这个地址,你应该写谁的地址,你注意啊,你这里面你写谁的地址,你直接去写阿里配的地址吗,你这个用户付款是你这个网站啊,是你这个网站啊,你点击去付款,是要向这个网站发起一个请求,说你要去付款了,然后网站呢,再去调用阿里配的接口啊,所以呢,不是说你用户直接去调,对吧,他知道是谁啊,好,这里面啊,就是中间,这边是用户,中间呢,是你的网站, 网站后面是支付宝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就有这样数据的一个交互啊,首先,这边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网站的用户,网站用户啊,那么用户这边呢,就可以呢,去点击我们页面上的去付款啊,这是用户,然后呢,这边是这个,江户网站,这边是支付宝的平台啊,江户网站啊,江户网站啊,好,这个呢,是属于我们 支付宝的平台啊,支付宝的平台啊,那么 好,支付宝平台的话,用户呢,我们说他要支付的时候呢,他就是点击用户中心的这个 去付款,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哎,就需要呢,一点击,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啊,他一点击这个去付款,他就需要呢,访问我们网站的一个地址啊,这里面,点击这里面,比如说点击他啊,点击这个呢,写上一个 去付款,好,你点击去付款的时候呢,需要呢,去访问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呢,支付的地址呢,就叫到 ODA Pay啊,ODA Pay,代表呢,订单 支付啊,那么对应到用户,他一点击去付款呢,这个,就会访问这个地址的话 那么,在我网站的这边呢,后台 一个地址呢,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 处理函数啊,一个地址就应该有个对应的处理函数,对吧 就是我们的适度函数,那么在我们的适度函数里面,我们呢,就知道 用户要付款了,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呢,在我的函数内部呢 去和支付宝平台呢,进行一个 对接,他是要支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你需要呢,在对应的适度函数里面 和这个支付宝平台呢,进行一个 对接,这个对接的话,就是调用 我们上面啊,给大家说的 这个,调用支付宝 支付的一个 接口,这个接口是谁呢 他呢,就应该是我们的 找到这个支付API 找到这个支付API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 不是这个啊,找到这个文档 找到我们的这里啊 API列表 点到API列表呢,现在用户呢 他是要支付啊,就应该调用的 接口呢,是他啊 alipay.trade pager.pay啊 那你注意他这里面呢,看到啊 他的场景呢,就是PC场景下单并支付啊 你需要呢,去调用支付宝的这个接口 让他帮成,帮你生成一个支付的订单页面啊 所以呢,用户一点击去付款 网站这边就应该呢,去调用啊 调用 那么在这一块啊,网站这边应该去 调用支付宝 调用啊,支付宝 调用支付宝 接口 哪一个接口呢 就应该是调用我们下面的 这个接口啊 那么你一调这个接口的话 其实呢 哎,调支付宝这个接口就是完成 让他生成一个支付的订单 最终呢,他在生成支付订单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呢,给他传一些参数过去 那么这个参数包括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 那么用户他要支付订单 他要支付的是哪一个订单 你需要传到参数里面 包括这个订单的 ID 订单ID啊 那么另外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 订单的总金额 就是用户到底要付 多少钱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总金额啊 总金额 这个要传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订单的 标题 哎,这仨呢 是你必须要传的啊 那么这仨为什么要必传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文档 点开它之后啊 那么你掉这个接口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请求参数里面 包括这几个部分的吧 AVT的那么里面 你就要写这个订单号 然后total amount里面呢 你就要写这个订单的总金额 还有这subject呢 就写一个订单的一个标题 对吧 这三个是必传的啊 你去生成支付订单的时候 这是必传的啊 所以呢 我们说 你掉支付宝的时候 这三个是必传的 订单ID 总金额 还有这个 订单标题 然后还有两个呢 哎,可以呢 不传的 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一个呢 叫做return URL 还有一个叫做notify URL 这俩呢 是两个地址 这两个地址呢 都是你将过网站的两个地址啊 将过网站的两个地址 它有什么作用啊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传的时候 你可以呢 传过去这么几个参数啊 那我们说这个参数里面 前三个是必传的啊 必传的 OK 那么你传入这些参数之后 支付宝平台呢 就会帮你生成一个支付的订单 它在处理完成之后啊 最终呢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 应答 返回的什么应答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它会返回一个 注意啊 处理完成之后 它最终会给我们的网站 返回一个支付页面的地址啊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返回的时候 返回 支付 页面的地址 好 这个地址是哪一个地址呢 你看到啊 这个地址是哪一个地址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这个 支付宝 支付的一个介绍啊 找到它的这个简记这里面 这个地址是哪个地址呢 其实呢 就是这个页面地址啊 返回的就是这个页面的地址 你最终这个地址是不是 它不就显示这样一个 扫码 要么是登录付款 对吧 显示一个付款页面啊 支付宝平台 在处理完成之后 最终给我们的网站返回的 就是这个支付页面的地址 那你想一想啊 我的网站 拿到这个支付页面地址之后 我要干嘛 哎 你想想 我的网站拿到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呢 就对应着我们这个支付页面吧 拿到地址之后要干嘛 哎 是不是给客户用 最终我们要在客户的浏览器上 是不是要把这个页面显示出来 所以呢 在这边啊 拿到它之后 对应着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是把用户呢 引导到这样一个页面啊 就是让用户的浏览器呢 能够打开这样一个页面啊 哎 这里面 所以这里边还有一步啊 这里面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需要呢 引导用户到这个支付页面啊 在这里面 引导用户 哎 到这个支付页面啊 那么下面引导用户到这个 到这个支付页面之后 用户呢 浏览器呢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页面了 对吧 下面他要干嘛 他是不是 登录他的支付宝 然后呢 输入 登录支付宝 输入这个 支付密码 点击确认付款 对吧 那么现在你考虑一下 这个登录 登录支付宝的过程 点击输入支付密码的过程 和我们的网站 有没有关系 对吧 这一步呢 就和我们某网站是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负责把这个用户引导到这个页面 对吧 引导这个页面之后 下面呢 就是用户和支付宝之间呢 会有一个交互啊 这个交互的话 其实他在这里面呢 他呢 就会 哎 我们在这里面啊 直接拿这样一个 来改啊 这里面呢 用户呢 就会输入用户密码登录 哎 用户呢 用户哎 登录自己的支付宝 对吧 哎 登录支付宝 然后呢 输入支付的密码 然后呢 点击 点击啊 确认 支付啊 点击确认支付 好 这里面呢 会有这样一个流程啊 确认 好 支付 好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这个流程呢 我们说 他和我们网站无关 是用户和支付宝之间的一个交互啊 那么最终用户一点击确认支付之后 对吧 支付宝平台在处理完成之后 那么用户点击完确认支付 我们现在网站知不知道这个支付的结果 对吧 不知道啊 那么怎么知道 上面的这里面 我们说了两个UIL 一个叫做returnUIL 一个叫做notifyUR 首先我们给大家要说的这个 returnUIL是干嘛的啊 只要用户付完款之后 他一点击确认支付 你传过去的参数里面 如果传过去的这个地址 那么支付宝的平台 在用户支付完成之后 马上呢就会访问你这个 returnUIL啊 就在这里面 支付宝呢 他呢就会去 访问啊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 在这里面 下面一步呢 只要用户一确定 紧接着啊 他就会访问我们的 访问啊 访问我们网站的 访问网站的啊 这个returnUIL 就这个地址 然后呢给你传参数啊 给你传递参数 并且呢传递参数啊 传递参数 好传递什么参数呢 传递参数的目的 就是告知你这个用户支付的 结果啊 告诉网站 用户支付的 结果 OK啊 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returnUIL的作用啊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 同步访问啊 什么叫做同步访问啊 你看到啊 同步访问 就是在用户点击确认之后 紧接着啊 他下面的这个流程呢 就是访问这个地址 这叫做同步的啊 哎 这里面呢 所以这边呢 他呢 只要用户一点击确认 支付 那么支付网站的平台呢 就会紧接着访问这个地址 它是一个流程 所以呢 他叫做 同步的一个访问啊 同步的一个访问 那么这里面是这个啊 同步 好 哎 这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那么知道这个流程之后 哎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 还有一个地址呢 叫做notifyURL 这个notifyURL呢 也是让支付宝平台的 能够访问我们的网站 他访问他那时候呢 这个呢 就涉及到我们锁车的啊 一步 注意啊 一步访问 网站的 notify notifyURL 并且呢 也传递参数 传递参数的目的呢 也是告诉网站 用户支付的一个结果 这个但是 他是这个一步的啊 他不是说 你这个用户 点击确认支付之后 我下面流程 就是同步的 就是你点 用户点击完 确认支付之后 他下面这个流程呢 他就去访问这个 returnURL 他是一个流程 对吧 哎 有一定的 他支援完之后 就应该是他 那么这个notify呢 他不一样 他呢 你点击确认支付之后 对吧 他不访问他 他可能 他可能呢 过一段时间 专门的去访问这个 notifyURL 然后告诉 给你传递参数 告诉网站 你用户支付的结果 他俩呢 目的呢 都是告诉网站 用户支付的结果 只不过一个是同步的 一个是 一步的 那么关于这俩地址 你以哪一个 以哪一个为准之助呀 在这里面 支付结果一步通知 这个上面呢 给你说明了啊 就是用户 你在 他支付宝呢 在给你传递 这个支付结果的时候啊 是以 一步 是以 一步 通知为准啊 因为这个同步的 结果呢 可能 不准啊 所以那是以一步为准啊 他告诉你 然后呢 这两个是我们所说 这两个地址啊 然后现在你 你考虑一下 我们这两个地址啊 我们 如果我们说这里呢 都是支付宝平台 来访问我们的网站 对吧 现在我们网站的地址呢 我们运行的是 127.0.0.1 支付宝能不能访问 对吧 所以呢 这边啊 现在 就是 我们的网站啊 网站 如果 想让啊 如果想让 这个 支付宝 平台访问 平台啊 访问 那么需要有一个公网的IP啊 需要 哎 有 公网的 IP啊 公网的IP 好 那么 单纯的127.0.0.1的话 我们即使提供了这两个地址 那么 支付宝平台呢 也是不能访问我们这个地址的 对吧 哎 也是不能访问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公网IP 那么没有公网IP的情况下 怎么去获取这个 支付的 结果啊 怎么获取支付的结果 那么现在呢 是 支付宝平台 虽然不能访问我们的网站 但是 我们的网站可以访问 支付宝 那么在他这边还有一个对应的 看到啊 哎 不是 现下之法 把这个我直接关掉啊 那么找到我们在这里面的API列表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交易的查询 叫做 阿里配点 去的夸里 这样一个接口 对吧 这样接口干嘛呢 你就可以通过他 去获取这个交易查询的 结果 所以呢 虽然 这两个地址不起作用 但是我们获取这个支付结果的话 我们呢 可以呢 网站的自己呢 去访问我们的这个 哎 网站自己访问支付宝啊 访问支付宝 调用支付宝的结口 哪个结口 对应对应到我们下面这个接口 叫做阿里配吹的 夸里亚 安德雷 这个是他的交易查询的一个接口 交易查询的接口 可以呢 查询交易的结果 那么所以 网站里面 获取这个结果的话 就可以呢 去调用 他 调用他 OK 你调用他的话 对吧 他呢 最终在处理完成之后 他呢 就会给你返回这个支付的结果啊 返回支付的结果 哎 就在这里面啊 最终返回用户支付的结果 返回用户支付的结果啊 好 那 有这样一个流程啊 有这样一个流程 OK 这里面呢 是我们获取支付结果的时候 哎 在我们没有公网IP的情况下 你就需要呢 去 去 自己呢 调支付宝接口 去查询这个支付结果啊 然后呢 根据他返回的结果呢 你就可以知道用户呢 到底有没有支付成功啊 支付成功啊 OK 那么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网站里面去 对接支付宝平台的一个流程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用户 点击我们这里的 去付款 那么首先 他应该访问一个地址 访问我们这个网站里面的 哎 奥特配 那么在奥特配对应的试图里面呢 我们需要呢 去调用支付宝的 接口 在调用的同时 我们说有三个参数呢 我们是必填的 一个是这个订单的ID 一个是总订额 还有一个是订单的 标题 好 这俩呢 可填可不填 然后呢 你去 电用他的时候 把这些参数传过去之后 支付宝平台再处理完整之后 最终呢 会给我们的网站呢 返回一个支付页面的地址 我们最终要把这个 要把用户呢 去引导到这样一个支付的页面 好 下面这个过程呢 就是用户和支付宝平台之间呢 有一个交互的流程 对吧 登陆支付宝 输入这个支付密码 点击确认的支付 好 他也点击确认支付 假如说你传了这个 Return URL的话 那么紧接着支付宝平台呢 就会访问这个Return URL 传递参数 告知你这个用户支付的结果 这是同步的 那么假如说你传这个Notify URL的话 那么支付宝平台呢 他会一步访问网站的这个地址 给他传递参数 也是告诉他支付的结果 我们说这两呢 是以一步通知的结果为准 然后 这两个地址呢 是支付宝来访问我们的网站 前提是网站需要有一个公网的IP 那如果没有公网的IP 你怎么去获取这个支付结果 就是调用支付宝的 查询交易的接口 他呢最终会给你返回一个 交易信息 交易的结果 根据这个交易的结果呢 我们就会知道用户的支付呢 有没有成功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画的啊 我们这个网站 对接支付宝平台的一个流程 那么关于这一块的话 在我们这个文档上面啊 在我们这个支付订单的一个文档上面 我看一下啊 在这个页面上方 那么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电脑网站支付流程 对吧 这个流程图呢 其实它官网上的一个图啊 这个官网上的一个图 哎 找到我们 这边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图 那么这里面呢 快速的接入 我看一下啊 就这个图啊 就这个图 这个图呢 告诉你 你的 怎么去跟支付宝平台呢 进行一个对接 然后呢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图啊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 那么用户的下单 对吧 这个下单对应到我们这个网站上面呢 其实呢 就是去支付啊 他也去支付 商户的系统呢 就对应着我们这个网站 我们这个网站呢 就应该调用这个 阿里配点 Trader的配这个接口 发起这个支付请求 对吧 最终你注意啊 这里面少了一步 就是支付宝呢 会给我们的网站的返回一个支付页面的地址 最终我们要把用户呢 引导到这样一个页面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图上面把他 把这个给大家画出来了 就返回这个支付页面地址 下面呢 引导用户到这个支付页面 下面呢 才是他在图上这个流程 就是用户呢 输入自己的支付宝的用户密码 进行登录 对吧 这是他和这个支付宝之间进行一个交互啊 那么 然后登录之后呢 选择这个支付旗道 输入这个支付密码 确认支付 他一确认支付之后呢 那么这个支付宝平台呢 就会GET请求ReturnURL这个地址 返回这个同步 返回参数 这个呢 其实呢 就告知支付结果 下面呢 还有一个 POSE的方式呢 访问这个NotifyURL 返回一步通知的参数 也是告知这个支付结果 但是 两一个是哪一个为止啊 支付是否成功 以一步通知结果 为准啊 为准 好 那么 然后啊 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没有 这俩地址呢 你即使提供了 你没有公网IP 支付网呢 也不能访问 那么怎么呢 去获取这个交易的状态啊 直接商户系统去调用这个 阿里配点 Trader.quare 查看交易查询状态 最终呢 他会就给你返回一个交易的 信息啊 返回一个交易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实现交易结果的查询 你像他下面呢 给你介绍这个退款 对吧 一退款 调用退款的借口 返回退款的结果 然后呢 其他的啊 这个退款的查询 给你返回一个交易的结果啊 这里面呢 是他呢 给你画的这样一个流程图啊 我们这个流程图上面呢 我们是呢 给大家把这个图呢 又画了一下啊 画了一下 那么最终呢 这里面把这两步呢 少的啊 给大家说出来 返回支付页面 引导用户到支付页面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网站 对接支付宝 它的一个流程啊 你要知道这个流程 感谢观看